头发师红发型 是什么是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真理 它可以令我们心向时辰 而获得永恒不变的快乐 这梦里是什么 是万物深深呼吸的自然发生 一切皆因缘却而残佑 由因缘伤而消失 缘伤缘灭就是真理的现象 当我们无从了这几人的发生 也就是放下解脱之事 当我们无从了这生命的发生 也就是放下解脱之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点很重要 每次我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压力 因为我的妈妈她就不吃东西 所以我跟我大哥 两个想尽办法就是希望她吃东西 她连喝水都被强迫的 因为她吃不下 所以 当然我在吃东西 我就会这样观想 这些东西供养佛菩萨 希望佛菩萨得到高兴 替我妈妈供养 然后我吃的时候 我就观想很好吃 希望我妈妈能够吃得下去 所以她感受到很好吃 所以我认为我的母亲 就想视线给我看 她就要让我好吃的慈悲心 因为我不能忘了她的痛苦 所以我每次吃的时候 我感受到很压力 因为我妈妈现在疲惫 她不能吃 所以我弟弟和我 都试着她每次吃 甚至喝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妈妈的很困ع ah他们都这样吃 所以儘管我看了很多佛經,學了很多佛法,但是在我媽媽面前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她不會聽我講半句佛法。 但是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自己很認真的去修行,然後用這些方法來供養,來回向給自己的母親這樣而已。 那我想我們學佛也真是,我有時候可以體悟到佛菩薩的心態,那佛菩薩的心態大概就像我對我媽媽一樣,雖然他們成佛了, 但是這個末法的眾生很難,她不會聽佛菩薩的佛法,但是佛菩薩對眾生的悲心永遠不會間斷。 當然也就像我媽媽對我一樣,雖然她不喜歡聽我講佛法,但是她對我們的愛一點都不會減少。 就越老就越關心我們。 對我來說,雖然我像我所說的。 雖然我學了很多佛法,學了很多佛法,我練習佛法和佛法。 但是我不是很想念我媽媽,她不太明白我,她不太明白我, 她不太想念我,而不是我的意見我。 I really have to just remind myself to practice really hard and dedicate all my marriage to my mom and sometimes I look back I think that's how Buddha's feeling is Buddha would never give up on us and even though a lot of times we're not interested in listening to Dharma or practice Dharma Buddha would never give up it's just like a mother's love to the kids they might not understand what you have to say but the love would never decrease and only increase as they get older so as I look back sometimes I think I understand how Buddha feels we might not be interested in the teaching but he would never give up on us and the love for sentiments will always be stronger and better 佛法一直谈空性 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我们跟所有的生命 是这么样的息息相关 因为离开对方 我们就没有办法存在 就像所有人类 离开这个地球 的水啊 风啊 太阳啊 我们的生命就会死亡 所以 当然我用我跟我妈妈的关系 来谈这个事情 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不能离开众生 我们要永远感恩众生 那是让众生都在帮助我们成长 所以对方不用学佛 对方哪怕是一个木头 但是你还是要依然用 一种佛的这种悲心 去感恩所有的众生 Dharma talks about emptiness but emptiness is not about nothing we are all interdependent we cannot exist without each other just that the sound the air we cannot live without them I often use my mom as an example because sentiments because we need to help sentiments with compassion it doesn't matter if the other sentiments is not Buddhist or without any religion it doesn't matter it could be a piece of wood again it doesn't matter we have to constantly remind ourselves we depend on each other for insistent and we have to be compassionate and make sure that we are always there helping each other because we are all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dependable 就算各位进来这个大殿 你会发觉我们前后左右 都是佛像 都是菩萨 都是真理的经典 那我觉得学佛就是有两个重要的心态 就是说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佛 我们要这样想 但是众生他完全不了解 所以你可能要像一个仆人一样的 对妈妈一样的 虽然他骂你 他误解你 但是你还是要很感恩他 因为他是你的母亲 去服务他 慢慢的引导他 来自几百万年 最后他还是会觉醒成佛的 所以我们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 心如黄金 这叫菩提心 身如乞丐 要很谦虚 很忍耐地去接触对方 就像在这种库上 你会看到这种库的佛像 你会看到所有的佛像 佛像 佛像 所以我们在很多种库的佛像 我们都在佛像 我们都在佛像 我们有的心态 我們會導致他們去解釋真實 有一個說法在中文的說法 我們的心是像石頭 但我們必須要這麼堅持 無論如何困難 我們必須要堅持堅持 使用我們的溫度 去導致忍者到佛陀生 一天 就像我剛剛講的 雖然我們會懂佛法 會做很多修行 但是媽媽根本不理你的 她用她的方法來愛你 但是她就是不喜歡你講的佛法 所以我認為修行就是 一半要靠佛 但是一半要靠眾生 那佛你不用求她 她就來加持 但是我們要學佛的心態 空性慈悲性 但是這樣去接觸所有所有的生命 所以各位一定要這樣做 你一定要開始去幫助你的隔壁 你在隔壁在隔壁 你不要說做老半天也不知道隔壁是誰 然後你說你在修大乘佛教 那可能會有點離開佛法的行為 我們知道隔壁 我們承認隔壁 我們承認隔壁 我們做得非常好 所以要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通常會負面 我們不知我們 都知道我們在隔壁 我們不知清楚 我們不知誰 我們學會和我們訓練 不知這是 我們不會自分裁 如果我們不知可 我們在隔壁 就是專精化 beyond, and to your neighbors, and the neighbors, and the next neighbor to be able to love everybody the same way 所以特別 我們嘴巴一直講 眾生 聖天兵 我們要去關心它 那時候 我發覺這個也要去訓練 就像我被狗咬過 所以我每次看到狗就想要跑 所以別人在摸它 我都在外面說你不要咬它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個人很愛心要去摸狗 結果他跳起來咬到他脖子 對我來講我就會覺得哇好恐怖 那個人是真的有愛心 但是他不知道狗 不一樣的狗也不一樣的 但是 我想眾生都是如此 它可能隨時會咬你 但是你還是要去 故意要去愛它 所以就像我們華人都很怕鬼 我覺得外國人不怕鬼 他們都坐在虎牧區旁邊 然後所以你要故意 故意把它找過來 然後去對它 來自阿來 我們經常實用的部分 我們陣喬 流氒印障卻要 風革 魯 今天能說 and he actually saw a case where somebody got bitten right and it's really horrible but it's that's sort of like a um analogy to say it's just like dealing with you know people with sentient beings it's just like you don't know the nature of the dog likewise we don't know the nature of sentient beings they might some might bite you and some might embrace you but we need to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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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give up on any any of them or we don't shy away from it or be afraid we want to maintain that constant nature and Chinese tend to be afraid of ghosts and something that Westerners are not so you know one one analogy is the more afraid you are the more you should invite them into your you space so maybe we as Chinese should invite ghosts more into our space 所以有時候我會利用晚上很晚一個人就面對外面去招請很多孤魂野鬼 我故意啊但我現在已經習慣了就是說因為忘了他的傷害只想到他的痛苦 然後就會對他做很多的詩詩啊跟他念很多咒語啊跟他皈依啊等等等等 結果我覺得這樣對我幫助很大至少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一個人睡覺了 我在哪裡我都不會擔心反而我現在覺得人比較困難鬼很懂一度 所以我做的是 night late at night I'll walk alone outside to kind of invite ghosts into my space instead of thinking what potential harm that ghosts might do to me instead I think of their suffering how much they are suffering and how I can help them what I do is giving them refuge pray for them 许多我的屈amt和闔tes 让他们把流失的 sakum 所以在家前往 現在 偏ぎ烈身为自己 与 kant creationelv 21 Agora凑微愿我的屈 insanlar 在某些数况 我是多елов 所以算你 就是比我crлан 有的人 就像有一次我跟索巴仁波切一起在放声 然后我们当然念了很多很多咒语咒语 那我很感动的是索巴仁波切就整个头就放在鱼那边 他个子又不高 然后就一直念我说哇这个比我慈悲咒 然后他念完了就下来跟我说 海套纳马不要去极乐世界 继续投胎做人 他说赶快的投胎做人 赶快继续帮助众生 这也是我们说法仁波切一种很强烈的特色 我们做了很多礼物 很多礼物 很多礼物 而在一刻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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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樣發願的 因為我死了以後能夠去地獄度眾生 結果他要死的時候就掉眼淚了 他徒弟說師父你怎麼掉眼淚 他說我沒有看到地獄啊 我看到淨土了 所以不得不往那邊去了 也就是說因為他的悲心關心這些地獄受苦的眾生 所以他能夠上品去極樂世界 Abraha So the practice of a Bodhisattva really is so compassionate that instead of wanting to go to the Buddha Land and leaving for their own Nirvana A Bodhisattva really wants to come back to the human realm 所以他們會比較遭遇到天下 去到天下 所以他們可以回復 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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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 都是最重要的 就像 你很愛這個人 那你要跟他約會啦 你要想要送他東西 你會用很多心去想 去買 是去煮 就是希望對方很快樂 那學佛的空性就是平等 你不能有分別說 對這個好一點 對這個差一點 如果你有這樣 就真的不能培養慈悲心 慈悲心是每一個刹那 你去對待任何一個生命 你都要用最圓滿的去對待他們 每個大的用途就是一種事情 所以我經常去布丹,還有去緬甸 我覺得這兩個佛教的地方有個好處 他們在家的信徒那天要去拜佛的時候 大概最漂亮的都穿在他身上了 因為他要去拜佛 所以就會讓我們覺得非常非常的慎重 我想我們每次去見一個人,談一件事情 你都要這麼樣的慎重 想說要怎麼樣讓對方很快樂,能夠離苦 要養成這個習慣 所以馬斯海道喜歡兩國家 明天, Burma,不斷 因為每次在這個國家 你會看到佛教的佛教師 就是要把握絡的背景 也要把握絡的意義 和娛樂 你放在落實 所以我們做到這裏 我們做的任務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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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他人,我們總是把自己的最好的版本 就像我以前常去菲律賓 菲律賓是窮人最多的地方 但是有時候你去教堂 我會覺得他們都很有錢 事實上不是,是他們為了去教堂 最貴的那一件就穿在身上 戴個假的錶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很快樂 去那邊 所以我想我們學佛 每天把最莊嚴的來供養佛 那我們要以最莊嚴的去看每一個眾生 包括一隻狗啊,一隻鳥啊 你要這樣去對待他們 我曾經去菲律賓 其實是一個最貴重的國家 但當我去教堂 每個人都很豐富 他們都會有最好的衣服 甚至他們都會有最貴重的衣服 但他們都會看得到很貴重 他們都會看得到很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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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小我的父親就要求我看很多世界的書 然後他就告訴我 你開始懂事 你就要去跑世界 每一個地方 這樣你才會成為一個有國際觀的人 以這樣的這種國際觀來成就事業 那我出家以後 我師父也這樣講 他說你要去跑遍世界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民族 你要學習去接觸他們 跟他們交朋友 那你才知道我們學佛要幹嘛 對方能不能用到你的佛法 這個很重要 他的家中文學校 他用約了很多 我的老牧 所以各位下回來參加法會 一人帶兩個外國人來 代表你進步了 永遠都是你一個 那就你把佛法當自己的消遣而已 所以我現在也是故意來這麼做 所以要去跑不一樣的地方 接觸不一樣的人 因為當然各種的動物 各種看不見的 所以我也經常在房間跟神講話 跟各種的神講話 然後也跟那些軌道講話 因為我已經養成這個 我故意要培養這個習慣 所以也是現在可以進步的地方 我經常去不同的人 跟大家見到不同的文化 玩旁舊的學生 甚至是各種種類似的 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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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晚上 但是不管你跟任何的人或其他眾生在交流 不是用你的想法 而是要用佛的心態 佛的思想 希望对方得到佛的思想佛的行为 这个很重要 这样你就会可以慢慢的修空性跟背心 慢慢你可以了解佛的思想 我们必须要与我们的思想 我们不只用我们的思想 不相关于我们的思想 或我们的感觉 但是开始从佛的佛的自身 永远回到佛的心 佛的自身 与我们的心 相关于那种观众 从那种角度 所以如果你有师父上师 像佛一样在你心中 那是你最幸运的 因为你就知道佛在想什么说什么 然后你上师的心 师父的心 去对待你的妈妈 对待你的朋友 对待不认识的众生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有学习 如果你有学习 我们是非常幸运 因为那个教授是我们的 role model 你看着教授 教授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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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继续学 你能继续学 想想想想想想想 明显教授教授 所以我们华人学佛 最重要的就叫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就是你要想着 阿弥陀佛在想什么 阿弥陀佛在做什么 然后以阿弥陀佛的心态行为 去对待所有的人 所有的生命 因为我们是念佛 佛是念众生 所以你要以佛的心去关怀所有众生 阿弥陀佛的心态行为 所以在这种程度 那是你继续认识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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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秘宗是修本尊 那也一样 不管你是修度母 你是修灵化身大师 哪一尊都可以 但是你要把这一尊的思想 用在你心里 然后去对待别人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是一个本尊 一个佛 然后我们就是要引导对方 也成为一个佛 所以你要用各种的方法 所以无论的方法 所以无论的方法 你做 所以在Tibetian Buddhism 即使是 Tara 或 GuruRampoChia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 但基本上 基本的方法 是一样的 所以你越想要学佛 你就越认真的 会去看经典 会去修法 会去清净善知识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学到了 这些帮助众生的佛法 你目的就要很热心的 就赶快就像你 你会煮一个好吃的东西 赶快要煮给你的家里吃 你会很高兴 所以你就要很热心的去接触它 但是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说 这个说法是出家人的事情 反而是各位也是在家人 有先生 有太太 有儿女 有邻居 你要用各种方法 把你所知道的 去让它知道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学习Dharma 很厉害 因为我们很興奋 我们读了很多的书 我们做很多的书 我们做很多的习惯 但最主要的最重要 是习惯 你怎么能够用 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学习 做美味的食物 你会很高兴 跟你的家里 和朋友 所以最重要的 刚刚他们讲的 practice 你必须不断 重复重复重复在练习 我们中国人叫熟能生巧 如果你不把佛法 用在这么熟能生巧 那只是一直去贪 我要学多一点 灌顶多一点 对你来讲 永远都用不到 但是你能够用一种 用得很熟 那你就知道用各种的方法 去帮助他们 所以每一个生命 包括每一种 动物 它都有特性 猫的禅定 狗的摇尾巴 蟑螂的勤劳 那这些东西 你不要光 哦我知道 知道跟你关系没有用 你要把它的东西 由你变成你的东西 你要很快的抓住 就像各位墙壁这些佛菩萨 这些祖师 你要马上抓到他的特点 变成你的 这样你才能够去服务总生 The final point between knowing and actually embracing or capturing that essence of that being like for example we know cat you know purs dog wag their tails and cockroach are hard working but these but we say it but do we actually understand their true nature the level of practice is not just knowing but really caring about that object and then saying understanding the object and then bring it into your heart and caring for that object at their level at their needs 所以简单地说 如果你都没有改变 就代表你这个很我直 很强 因为你就是老了 但是就是不会改变 然后也没有什么优点 在进步 那就浪费生命 and you still haven't changed a bit you are very self-centered very stubborn and essentially it's just a waste and you have not improved at all 所以 我们会很认真地去思维佛在想什么 经典在说什么 上师在教我们什么 那这个是我们学的 那我们要用这样子的心态去从众生 任何一个人 包括他是reception 包括他是 不管他在 他是开计程车的 他是别人的朋友 就像有时候我们在喝咖啡 我都会很注意去观察 每一个在喝咖啡现场的人 包括在泡咖啡的 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特点 那你不要浪费时间 要去吸收他们 所以我们在做我们的佛法 我们在做我们的佛法 我们在做我们的佛法 we pay a lot of attention and concentration to understand you know what we're doing there now it's the same way you need to we should transfer that kind level of engagement to when we deal with other beings other sentient beings other human beings and observe like whether it's the receptionist or the driver every single being has a special quality what is it you know and do we bring that eagerness to go and understand it and apply 所以更简单地说 一个男人 要了解所有女人的快乐 跟痛苦 如果你做人家的先生 你让你老婆抱怨 你来修大乘佛教也没用 一个女人 要完全了解 所有的男人 包括你的爸爸先生小孩 要什么 你必须了解他 代表你有一个空性 不然你只站在 我是女人的立场 而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 代表你执着很强 所以 所以 男人 你必须知道 all women's happiness and suffering in order to be a good man if not you know you're not being successful if the woman is constantly complaining so as a man you need to understand all their happiness and suffering as a woman you also have to understand all men's kind of similar you know qualities so that you can be the best for them as possible if not you are still very self-centered doesn't understand emptiness and just not fulfilling all the qualities 所以佛教要我们消除我直才会有空性 佛教叫我们要接触众生 关爱众生才有慈悲 而且要把这两个成为生命的重点 这个叫菩提心 那菩提心 那你就叫正的空性 正的悲心 那你才能够真实成佛 那成佛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 所以对我来说 我现在有一点 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但是 当然对错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会 一个人在面前 我就会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这也必须要练习 因为 佛教里面叫我们观察众生 这样你才能够去帮助他 所以各位一定要开始学习 所以 了解对方的想法 过去未来 因为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佛性 不是坦诚痴痴 了解众生 噢 众生是我的母亲 她一定可以成佛 所以 要以对待母亲的方法去对待众生 她才愿意成佛 但是为了要帮助众生 那你一定要守戒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疑 不骗人 不喝酒 这样你才不会去伤害到众生 或伤害到自己 所以 帮助生 所以佛陀教我们守五戒,修十善业,那你才会有福报 那这个福报干嘛?进一步你就可以心很安定,很容易控制你的心,叫禅定 那如果你的心能够控制得很好,那你就可以看到佛陀在想什么 你就能够进入思维的修行,那时候你就很容易开智慧 你能够进入思维的修行,所以你能够有理性,你能够教的佛陀 大乘佛教的禅定,Meditation不是光打坐 它的禅定是一种不离开慈悲心叫禅定 以这个不离开慈悲心,然后再去想的如何帮助众生 如何帮助众生,那你就会进入空性 为什么只有帮助众生,没有自己 甚至无分别的去帮助众生 但是你必须以慈悲心做禅定,你才会开启真正的大乘佛教的智慧 但是有一个重点,你的太太先生脾气不好 对你来讲很烦,但是你如何改变它,不要发脾气 除非你已经不发脾气了,不然你没资格,你没力量改变它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说我们在做习惯,如果我们的妻子很惹怒 如果我们回到习惯,我们就会失去习惯 不然的话,你只是让对方更生气而已 因为你不希望对方发脾气,结果你一直引起对方生气 所以你反而害对方 并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我也是按照这样在走的人 这是我是比较公众人物,所以我不敢在公众里面去生气,去骂人 这对我有帮助 但是中国人说,不见为敬,反正我不要去看到它缺点,我就不会起行动力 这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要关心众生 所以你还是要去接触它的缺点,但是你要学习忍耐,然后包容,最后只有对它的慈悲 所以中国人说的是,如果我没有说它,我真的不用在乎它 那是不正的态度 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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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眼睛永远都半开着,因为它永远不闭起来 因为它永远要看到众生的苦跟乐 就像各位现在看网络 有人把那些牛被杀,动物被杀,甚至人被杀的相片、影片播上去 我们根本看不下去,但是你可能要强迫自己去看,因为它们很痛苦 但是你要生起悲心,你不能说,我不要看就没事了 Many times online we are seeing videos of pictures of animals getting slaughtered It could be animals getting killed, or human beings getting killed, or even just pictures It's painful, it's difficult to look at it, but sometimes we have to force ourselves to do it For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the compassionate against this wrongdoing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We cannot just shut off and say, because I didn't see it, it doesn't happen As much as it's painful, we have to force ourselves to look at it So we can actually have the compassionate loving kindness towards what's going on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因为了解,所以慈悲 所以你要真正的去了解他的痛苦 对方怎么伤害你,你只要了解他的痛苦,你就不会恨他 你想说,哇,你只想要帮助他 就像一个神经病的人,你不会怪他,因为他控制不了 我们是如何帮助他,这样就好 In a Buddhist saying, if you really really understand that person, what's going on and their suffering, you will never be mad at that person If you truly underst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at person, there's just no way you can get mad It's no different than if someone has some mental issues and acting up But you will never get upset, because you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and what's the circumstances So that's the kind of mind we have to develop to understand the suffering that someone is going through In order to have a compassionate mind 所以我的师父经常叫我要穿得很整齐 他说,你就没事去街上走一走 因为让别人看到了,他就有重一个上根,重要 而且你有在,真的有在修行的话 你风吹到你身上,那个风吹到别的地方 就像经反一样,他都得到你的利益 So my teacher always tell me to take a walk and dress nicely because by just doing random walk because I'm a practitioner when there's a wind blow on me it reflects on the sentient beings you create a good condition and karma for them they might not realize it but you actually have created this good condition for them and good karma link for them so it's something that is essential for me to do 所以,简单 不管你在哪里 我们都一直在影响了别人跟世界 所以你的心态,讲话,行为 不离开佛 不离开你的佛教的思想 那你在那边就会影响那边的人 就像我们格西拉在这边 他就在影响波士顿 就像我们喇嘛康布在这边 他就一直在影响 所以我们内心睡醒 所以,简单 所以,简单 简单 年轻而言 Next, hormone 告 VP 你会登际 有一點我認為各位要學不分宗教 只要他是一個有慈悲心善良 像德烈莎這樣 像史懷哲這樣 像孔子這樣 不分教派 各位都應該要去接觸他們 去學他們一種人性上的特點 那這樣我們才會進步 所以 Master Heitao 我的想要我們要多種 去學習有的人 學習有好友 學習有好朋友 有好友 要學習有好友 要學習有好友 也對越來越好友 像中學也有好友 我們應該要做過的成果有好友 學習有好友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有如在護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電視台所聽到的叫法 運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海陀花酥紅花香點 海陀花酥紅花香點 十一月二十一號星期二 下午兩點 馬來西亞居然柔佛 慈悲克 十一月二十四號星期五 下午兩點 馬來西亞柔佛 立民達小學冷氣禮堂 心靈講座 護身點燈 水貢 藥貢 即慈悲詩時超度法會 十一月二十五號星期六 放生功德日 念藥師流離光如來 持在儲罪三十節 下午四點 馬來西亞麻坡柔佛 訓政華文小學禮堂 心靈講座 與佛學問答 十一月二十六號星期日 藥師如來書聖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成一千倍 下午兩點 馬來西亞八珠八峽龍宮夜區祭典廟 道蒙山詩時法會 十一月二十八號星期二 總科巴大師誕成 蓮花生大事入葬紀念日 即映化日 閒節千佛殊聖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成十萬倍 上午九點 馬來西亞麻六甲 陸業園八觀災界 十一月二十九號星期三 祈天大聖聖誕 下午四點 馬來西亞馬口森美蘭園景酒店 佛法開示 護生 點燈 供水 即慈悲時時法會 十一月三十號星期四 上午九點半 馬來西亞慈悲護生會 護生員燕供及放生 十二月一號星期五 念賢節千佛 持摘儲罪一千節 下午四點 馬來西亞吉隆坡海濤法師生命基金會 慈悲佛法開示 十二月二號星期六 念阿彌陀佛 持摘儲罪兩百節 夏圓水觀大地聖誕 上午九點 馬來西亞吉隆坡海濤法師生命基金會 八貫災戒 十二月三號星期日 阿彌陀佛殊聖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乘一千萬倍 上午九點 馬來西亞吉隆坡海濤法師生命基金會 供佛摘天 祭慈悲施食 十二月五號星期二 念觀世音菩薩 地藏菩薩 持摘儲罪九十節 地母至尊千秋 下午兩點 馬來西亞北海巴脈生命教育中心 關公法會 護身 點燈 供水 要貢 祭慈悲施食 超度法會 十二月六號星期三 觀世音菩薩 殊聖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乘一百萬倍 下午四點 馬來西亞 檳城生命教育中心 心靈講座 護身 點燈 供水 要貢 祭慈悲施食 超度法會 十月八號星期五 馬來西亞吉打佛學院 第四屆短期出家 十月九號星期六 青山林安尊王千秋 馬來西亞亞羅士達吉打佛學院 十月九號至十二月十五號 馬來西亞亞羅士達國際短期出家 竟然希望帶著 擁有正恩參加 阿蜜豆腐 快速�뙀 點燈 天 雲 ret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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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